著名作家变成软饭男,年花惹草还理直气壮,但儿孙都比较有出息。 山川登梅子,是个比较苦命的个人,结婚不到两年,丈夫就因结合并叙事,在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,结合并基本就是绝症,如果当时她嫁的是与谢爷铁干,命运或许就会不同了。 与谢爷铁干,文星,知名作家,明星杂志主笔,在女校当过老师,前两任妻子,都是自己的学生,但婚姻都只持续了一年多,第二任妻子家境较好,她办杂志,常在岳父家借钱,后来,她跟山川登梅子、凤金子两个女文星情同师徒。 据《贸旅》《每夜大正》一书中写道,她常鼓励二人本土所未登梅子想创作好事,便去恋爱。 拜伦与哥德都是透过多场恋爱,将恋爱当作诗的粮食,说得好听点。 她是个浪漫的人,说得不好听,其实就是个经常约片女文青的花心大萝卜。 而凤金子见到自己的偶像后,展开了热烈追仇。 很快,他们就生活在一起,之后,才还完岳父家的债,与第二任妻子离婚。 婚后,这个浪漫的大萝卜,跟双居的登梅子又有了不伦之恋。 而且,此前他其实更喜欢登梅子,但人家结婚了,也没办法。 不久之后,登梅子因也未结合并,二十九岁即死去。 我前面说,如果他嫁给了铁干,也许不会那么早死,日本文坛又要多个招名女作家。 诗的丈夫与登梅子练行的精子指责丈夫,铁干却说,我是诗人,好像诗人就该乱来,又二位铁干,又三位精子。 而随着时间推移,铁干文思枯竭,而金子却越来越出名,这个曾经以写英勇诗文明的铁虎干,越来越变成在经济与精神,上都依赖女人的娘炮软饭男,为了寻回自尊,他就在外年花惹草,为让丈夫恢复状态。 1912年,精子筹钱让他去欧洲游历,玩了一年多回来,依然如故。 到了大正三年1914,他甚至晚起了离家出走,第二年,又不顾周遭人反对,跑到京都竞选一员,结果失败。 如果说他的前半生最大的成就是写诗办杂志,后半生最大的成就,就是生娃娃,两人一共育有十二个子女,他们的儿孙,很多都成为招名人物。 长子光是医学家,次子秀是外交官,次子是日本电器诸事会社高层,吴子是柱有金属工业诸事会社副社长,孙辈呢,就更厉害了。 与谢也秀的长子与谢也新,历任文部大臣,通商产业大臣,金融经济财政担当大臣,内阁官房长官,参选过自民党总裁, 本文图片,来源网络,若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。